女人最窩心 啦啦!啦!啦X2 局上大學 我認識了兩個好朋友 名叫Grace及芯仔 我們三個女仔 Poss�� Subscribe 6月份時 大家都開始在不同公司實習 但大家每晚都會談Whatsapp 分享一下工作的心得 而我剛去到一間新公司 工作再加上未完成的功課 有時真的令我很大壓力 他們知道我不開心 毫不猶豫 約我出來吃飯 和我聊聊天 順便幫我補足生日 我當然很願意見到他們 因為我之前和他們兩個提過 我買了兩份小禮物給他們 為他們打氣 到了約會當日 他們給我約定時間 早半小時傳 SMS 給我 已經到了旺角 叫我慢慢不用心急 我當時心想 你們約早出來逛街也不找我 當時真的有點無奈 一去到咖啡店 看到我的位置有一大袋東西 我很好奇 一走過去看 原來是我很喜歡的公仔 他們還很細心 幫我點我最喜歡喝的凍朱古力 那一刻真的很感動 我買禮物給他們 沒想過他們會送什麼給我 更加沒想過他們會 特意約早些出來 找一份我喜歡 可以為我打氣的禮物 當時我還生氣他們 我真的很小氣 事後他們跟我說 原來他們前一晚 特意上Facebook 看看我有沒有同款公仔 原來他們看漏了 其實我一早已經擁有這隻公仔 但我跟他們說一點都不介意 還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很幸運 可以認識這兩個好朋友 朋友 正正是你需要快樂的時候 他讓你快樂 你需要找人傾訴的時候 他給你時間的人 而你又找到這個朋友了嗎 你又找到這個朋友了嗎 好嗎 好嗎